哈喽,大家好,我是Sam Kou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看 市场上有六大种类的隔热膜 这个呢,就是最低的 我们所谓的 blue chrome 隔热膜 超黑的 黑不代表是它隔热 我们就做个数据了 这个是测试仪 给大家看看它的隔热程度 它透光度只是3% 它隔热只是8%罢了 就是代表这个隔热膜是没有隔热的 这个呢,是第二种类型的隔热膜 这个隔热膜叫 代表稍微有一点隔热 这个呢,它隔热呢 都有72它的隔热 就是软色膜 软色膜呢,它会比较容易脆色、脆化 第三种类型 就是我们所谓的 metalized Metalized就是我们讲的 copper 铜的原料 所以这个呢,有一点点的反光 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 隔热呢,都有75 这个呢,就是第四种类型 就是 Ceramic Ceramic 就是陶瓷膜 我们所谓的陶瓷是什么 乌鸦、乌顶、碑、花盆 它的原料 制造的 这个陶瓷膜呢 都是有气势 然后第五种膜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石控膜 石控就是 Sputtering Sputtering呢 这个就是银属的成分 这个,它透光气势 但是它隔热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它有那个孔 还有那个银 银属的成分 它的隔热呢 都有去到95隔热 第六种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IR Technology呢 有IR 加那个 Ceramic 所以它的隔热 可以去到99 所以这个呢,可以耐死年 不会吊事 不会退市 总结来说 不管是你的车 还是你的家 我都建议你用这种隔热膜 因为这种隔热膜 至少可以顶十年 关注我们 在照亮你的生活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